5月上旬,美国25家军火商即将来台 洽谈联合生产无人机和军火弹药 美其名曰是协助武装台湾 发展台湾的军工产业 其实质目的就是向台湾兜售战争 异域将台湾打造成大型军工厂和巨型军火库 而蔡英文和民进党却挪言魅主 对美国所有要求照单全收 将台湾绑在美国的战车上 以美谋独毁台害台 由两岸和平发展论坛 与数十个台湾统派政党和团体共同发起的 反台独、反介入联合行动 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此次美国军火商来台 由府退役的美国太平洋陆战队前司令 鲁德中将率领 鲁德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一线战场担任指挥官 十分熟悉一线战场的军力和武器部署 此次率团来台便是要对台湾军方采购 以及联合生产哪些武器下制到齐 以符合美军对台湾本岛战场的军事部署评估 美国堂而皇之的 由一个被权威机构认证 大量屠杀平民的战争贩合团 来向台湾兜售战争军火 而民进党竟与其沆瀣一气 完全将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弃之不顾 反台独、反介入联合行动 连续三次抗议 皆指出 蔡英文和民进党勾连美国以武巨统 必将深化台海危机而带来严重的后果 唯有人民自救方能化解危机 如今形势演变果然如此 从台海周边一波又一波的军演和军事对峙 再到周边国家纷纷准备撤侨 已经传达出十分显著的战争危机信号 然而美国军火商却是见烈欣喜 欲乘此时机来台兜售军火弹药 而民进党则仍执迷不误 继续以美谋独贩卖战争 反台独、反介入联合行动 严正指出 无论是对美军购项目 还是美台联合军事合作 接换不来台湾的安全繁荣 只会给台湾带来更大的战争危机 同时还将进一步掏空台湾 毁灭台湾 随着战争危机日益逼近 反台独、反介入联合行动 号召全台民众奋起反抗 呼吁有志之士团结起来 以一次又一次的抗议行动 勇敢地展现人民的怒吼